今天就和大家來到古裝街的衙門 進去之前 其實嘉晴和Jessica 一二座座二座三地提醒過我們 一定要很恭敬 因為這裡的靈體是最能力的 所以就打擾了 我進來了 打擾了 這一次就完結了 下班 首先一進來就看到整個場面 雖然只是古裝街的景 但真的很真實 跟城寨當時的衙門真的有得廢 這裡有很多層設 都是我們在電視劇上看到的 例如這些的刑具 然後上來看到這個位置 就是包工都坐過的位置 看到這裡有些文書 奏捷 毛筆 還有當然是那張椅子 然後來到這裡看到有些暗的房間 裡面放了很多扇門 一個人進來其實真的有點陰森 好 我決定走進去看看 好 出去吧 這裡有一個禁區 我一會兒就會上去看一看 但首先我們現在先出來了 衙門後面原來是有一個這麼大的池塘 大家看不看到 好 還有 還有 很大的池塘在我身後面 好的 好害怕 我發現上面是一個閣樓 所以我們現在就上去看一看 好的 打擾了… 打擾了… 好的 我現在 上去各樓看一看 你看到這裡呢 看到這裡呢 看到這個屋頂 有一個燈龍零零射射在中間的 其實有些少許陰森 再看過一些 但是… 這裡我發現有幾個骨灰鎮 好的 而我現在眼前的… 我眼前呢 這裡呢 是有道門的 那我決定開來看看裡面有些什麼 在這幾個骨灰鎮旁邊 打擾了… 我的天… 我才覺得我只有一個 好的 我現在看到一些木材 在骨灰鎮旁邊 要不要這樣看一看 好的 打擾了… 打擾了門 好的 打擾了… 好的 然後這邊有一張桌子 對…有一張桌子在這裡 然後… 看上去呢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古裝街的一條橋 看到嗎 古裝街的一條橋 還有… 那些的燈龍 好的 打擾了… 打擾了… 好… 我們現在先下去吧 打擾了… 好… 好的 一定要有手尾 不能騷擾到人家 好的 放好 好的 走了 好 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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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看到這一邊有個 好像泛人欄 這樣的地方 有個欄是懶著的 旁邊就是平時 審的地方 裡面呢 似乎是有很多道具在裡面的 還有一些蠟燭 放鬆 OK 好了 之後呢 被我在衙門門口發現了兩間房仔 所以我決定進去 一探究竟 第一間房間呢 我一進來就覺得很有壓迫感 還有回音很大 我一進來就覺得 有些… 有一點頭暈的 老實說 那麼 大家看到這一間房 就是一棵牆 一些欄杆 還有一棵白色的牆 天台和剛才一樣 都是這些 普通的天台 好 我們去第二間房看看 看看吧 經過衙門 來到第二間房 這一間房相對上是比較陰森 打擾了 打擾了 對了 可以看到裡面 是有四個的稻草人在裡面 而且呢 眼見他們 像是 圍繞一堆的 打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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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現在是圍繞一堆的 那我也不想阻擾別人 好 好的 那就跟大家來到 這裡先了